Hello 大家好 我是曼姐 今天我们来看漫威宇宙二 无敌好客 科学家班纳正在进行某种实验 而实验的对象正是班纳本人 当伽玛射线扫过眼睛时 他变成了绿色怪物 不受控制地伤害了他的女友贝蒂和他的父亲罗斯将军 不久后 班纳变回了正常人类 第一时间探望女友贝蒂 而实验的进程却不小心被媒体曝光 瞬间引起了市民的恐慌 处于政治压力 罗斯将军不得不把班纳列为了追捕对象 为了防止再次失控 班纳躲在了巴西 在这里他学会了巴西游数 用来控制自己的情绪 因为他发现只要愤怒就会再次变成绿巨人好客 但在工作中 班纳不小心划破了手指 血液随即掉入了下方 这让班纳紧张不已 虽然及时处于了血液 但他不知道血液已经进入了汽水瓶中 而这批货物恰好运往了美国 不久后 一位老头在喝完汽水后便发生了意外 这让罗斯将军得知了他的踪迹 于是立马派出了精英部队 与此同时 班纳的网友利用班纳的血液样本 成功找到了破解的办法 只要降低血液中的伽马 就可以抑制出他体内的好客 但需要当时的实验数据 这样班纳有些头疼 因为曾经的实验数据都在实验室中 这时布隆带领的精英部队也找到了班纳的住址 但破梦而入后才发现班纳已经逃脱 而逃跑的班纳由于剧烈活动 心率逐渐攀升 为了制止变成好客 他只有平息了心率 但这一时间也让布隆带领的部队成功围堵 最终不得已变成好客 才逃脱了布隆的追击 事后布隆找到罗斯将军 诉说着好客的强大 让他产生了强烈的斗志 无奈之下 罗斯将军只有告诉了他班纳的事情 原来班纳曾经是超级士兵项目的工作者 但由于实验的失败 才导致了之后的事故 布隆听后 希望罗斯将军给他注射超级血清 另一边逃脱的班纳成功来到了美国 在一个雨夜里 班纳和贝蒂终于重逢 在贝蒂手中拿到当时实验的数据 正当两人告别时 军队赶了过来 开始对班纳进行抓捕 担心班纳的贝蒂急忙向他奔去 不料却被士兵扑倒 看着受伤的贝蒂 班纳心率再次飙升 瞬间变成了绿巨人后客 他开始疯狂地向前追去 试图救出贝蒂 但刚注射超级血清的布隆 并没有让他得逞 在与浩克大战了几个回合以后 被浩克一脚踹飞 全身骨骼断裂 愤怒的浩克抱起贝蒂逃离了现场 之后回归正常的班纳带着贝蒂找到了网友 网友也很快为他开始了治疗 期术治疗并不顺利 但在贝蒂的安抚下 网友趁机注射一只浩克暴走的解药 而罗斯将军在看到全身骨骼断裂的布隆 很快就恢复了正常 让罗斯将军立马给布隆再次注射了血清 为了找回女儿和抓捕班纳 罗斯将军连夜组织人马前往了纽约 但在破门而入后 班纳已经完成了治疗 后战的布隆试图激怒班纳 让他再次变成浩克与其战斗 但完成治疗的班纳已经可以控制浩克的出现 为了不波及背地 班纳放弃了抵抗 被军方成功抓捕 可就在此时失去理智的布隆 威胁班纳的网友 让他给自己实施了伽玛射线 让布隆成功变成了绿色怪物 随即便冲上了街头 开始大肆破坏 得知消息的罗斯将军极为震惊 眼看无计可施时 班纳主动起因 让罗斯将军同意他变成浩克 与布隆战斗 得到同意后 班纳吻别了背地 便跳下了飞机 在接触地面的一瞬间 班纳便变成了无敌浩克 布隆也随即向浩克冲来 起初 浩克利用汽车制作的武器 逐渐占领了上风 但在一次营救背地中 被布隆用铁链突袭 倒在地上 正当布隆再次发起进攻时 浩克双手攻击地面 让地形发生了变化 让布隆一个失足 被自己的铁链锁伤 浩克趁机冲了上去 一把抓住铁链 结束了这一场的战斗 看着背地目光 班纳明白 自己的存在只会给世民造成恐慌 于是 他告别了背地 躲在了深山区中 与此同时 钢铁侠托尼找到罗斯将军 希望从他口中 得知班纳的行踪 因为他们在组建一支超级队伍 托尼有没有在罗斯将军口中 得知班纳的下落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喜欢的别忘了关注哦